3月30日在北京水利坊开启的某圣殿中 迪丽二八一身金色吊带群有雅亮相圣殿烘炭 同时也恭喜迪丽二八拿下YC圣殿星球超润气偶像荣誉 在很多人印象当中 热八可能还是小滑蛋 但有过多次烘炭经历的他 其实已经锻炼得信心十足 从他自信的眼神就可以看出 这一年来他成长了不少 迪丽二八金色吊带美扎现场 明亮清车的眼眸透露着青春美好 在爱丽丝们支持鼓舞下 居高不下的人气终于得到了官方认证 恭喜迪丽二八实至名归未来可期 不过大家的印象中 热八的穿着都是很保守 极少穿这种深微礼服 他表面上自信大保 但从细节看他还是非常保守 是一个观念传统的女孩子 原来热八害怕走光 悄悄在礼服底下穿了黑色的打底肉衣 而在互动上 其实热八也有露出小心翼翼的一面 例如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前胸 确定自己没有走光 还两次悄悄整理礼服 确保胸部位置处于安全状态 今晚的亮相不少网友评论 身材有量 恶朵多姿 超级性感 明艳动人